坐标湖北武汉 五年前1200万全款买了一套湖景双拼别墅 入住之后发现缺点太多了 每天以泪洗面 真的是肠子都回清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大家好 我是小柱 这是湖北的武汉 我现在为武汉的汤汹湖 汤汹湖是武汉的一个城中湖 非常的大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一般在大城市里面 那个湖边江边海边 都会建非常多别墅和高端的住宅小区 这边的话是汤汹湖的一个实地公园 面积非常的大 正前方的话就是一排别墅区 也属于湖景别墅 那个别墅到湖边走过来自虚 三分钟的时间特别的近 现在大家所看的这边 就是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的一个别墅小区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小区里面有独栋的别墅和连排的别墅 我们现在大家所看的都是连排的别墅 可能很多朋友会问什么叫独栋别墅 什么叫连排别墅 我给大家讲一下 独栋的别墅就是独栋的一栋 一家一户 那叫独栋别墅 像这样的别墅的话 都是叫双拼别墅 看到没有朋友们 就像这一栋 它两边左右是两家人的 一个门走进去 左边右边是分开的 所以说这边都是叫双拼别墅 这个小区里面的别墅面积都特别的大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差不多都是四层的 然后两家的话 双拼的话都是四层 面积都特别的大 好像是最小的话差不多200平米 大的话是300到400平米左右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个一楼的话都是有独立的车库 还有带一个小院 看到没有两家 一家是在左边 一家在右边是分开的 我有一个同学 五年前在这边花了1200万 全款买了一套别墅 不过我这个同学在这边只住了一年的时间 如今已经空了三年 他这个房子 他两年前已经挂在网上卖 但是资金是没有卖出去的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一楼这边的话都是杂草重生 然后这边这两栋基本上是没有装修了 看到这里的时候 可能很多朋友会说 这个湖景别墅这么好的位置 别墅也这么好 为什么会后悔呢 有什么好后悔呢 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为什么还每天一泪洗面呢 具体原因是什么呢 今天我和大家聊一聊 首先这种连派的别墅和独栋的别墅 它也是一个住宅楼 它也是一个70年的一个产权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别墅每一栋的话 都是差不多三四层 这边的话应该都是大货型 面积特别的大 都带一个小院独立的车库 然后这边的话是一大片草坪 说实话 住在这个位置 每天看着这个蓝天白云的 绿油的草坪也是挺舒服的 但是我刚从这边走 朋友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这一大片这么好的别墅 好像都没有住人 朋友们看一下 每一个别墅门前都是杂草丛生 看到没有 真的是感觉好奇怪 我的这个同学 他是一个爆发户 之前没有买过这种房子 然后一下子赚到钱了 所以说想换一个大房子 一下子他就过来了 买了这个别墅 并且是全款买的 上个礼拜 他告诉我说 他这个房子买过的是装修好的 当时买过了两三年 是没有入住 然后前三年他过来住 然后住了一年的时间 就搬走了 如今这个房子 是在空着的 用了两年的时间 他一直挂在网上卖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真的是后悔死了 他说每天真的是一泪洗面 首先第一个烦恼是什么 我的同学告诉我说 他在这边住 大半天都不敢开门 不敢开窗 他说大半天在这边 好多蚊子 并且他这个小区里面的地面 和外面的地面 矮了差不多有一米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说真的是蚊子超级的多 大半天都有蚊子 因为周边的话都是杂草 从事没有住人 只有他一家在这边住 非常的郁闷 并且还怕是说 这个院子里面有时候有 那个蛇什么东西跑进去了 老鼠什么之类的 所以他特别的郁闷了 每天不敢开门 不敢开窗 第二个烦恼就是说 他说每次下雨 他都不敢睡觉 坐在这个楼上 看着这个地面 因为他们的小区地势比较低面 比外面低差不多一米 他说生怕下雨 把他一楼淹了 把车子淹了 其实说实话 像这种新房子 这种不存在的 但是他每天还是怕 每次下雨 他都和他老婆 在这个楼上 轮流的指手 直到这个雨停之后 才敢去睡觉 第三个烦恼 就是说 他说在这边住 真的是感觉不安全 他说你看到没有 一个小区里面 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人 然后旁边都是杂草丛生的 嘟嘟的就他压在这边 他说真的是感觉 一点没有安全感 所以说住了一年多 他就搬走了 又搬到原来的 老房子里面去住了 他说真的 现在这个房子 卖也卖不掉 租也租不掉 每天真的是一泪洗面 肠子都回清了 最重要一点 我的同学说 大白天住在这边 都不敢在这边走 他说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人 周边都是杂草丛生 特别的感觉不安全 说实话 这种别墅 他有他的好处 他有他的弊端 不是适合所有的人 所以说在买房的之前 一定要多看一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